一場伊朗之後呢 那我們應該 這場要拿下來 然後再來對於明天的韓國啊 也是一樣 如果我們能排到順位在 第二名的一個席次 當然就是這個就是 可以觀察到對手 呃...從明天開始 就可以去觀察到 我們的假想敵人 第三屆現在開始 黎巴嫩進攻 我現在第三屆一開始 哈斯坦馬上已經在場上了 中澳隊針對他做包家 沒有碰過 沒碰過 成功的防守 而四秒進攻為力 這就是我們賽前所演練的 周俊坦教練不斷地去設計到 一些低位的包家 產生到一定的一個效果 不過丁仁的防守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在哈斯坦很喜歡 在背對籃框的一個左側邊 去做到一些習慣性的要求 可能下半場比賽 除了哈斯坦之外 六號的Rida也上來 對 所以一開始 那可能就是一個煙幕彈 那假信先出發 三十比三十 拉開單邊 Iso late 增溫底 向後翻身跳投 打分 這個球是比較不容易的 就往後跳的時候 這應該還是他學弟 簡家鴻比較拿手 敵方能進攻 七號的Akler 再給到十二號的Kanon 四號的Avner 哈斯坦拿球 面對曾溫底 三號的Ak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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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的防守 又是一個成功的防守 漂亮 漂亮 所以哈斯坦在手上消耗了太多太多的時間 想要打 可是又打不进去 你要想要穿传球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机会 又并不是来得特别的好 吴代豪也很聪明 因为他比Rida高蛮多的 所以他就往上伸手 也不跳 往上伸手就可以 陈兴安拿球 最有一个miss match 转身之后弹劲 漂亮 我们的一个二三号的位置 是有一些的miss match 尤其在二号位 陈兴安是全场第一个 得分到达十分的球员 三十比三十 抓得领先两分 尼巴兰再交给蓝尼夏 这个位置是起的 比较靠近篮框 有时候你还是要 推离到这个禁区的外面 所以现在尼巴兰 也改变他自己本身的一个战术 不要那么单调的 一开始Hoskin就是在低位要求 利用到一个空手的掩护 让Hoskin离篮框较近的 这样子的跑动的方式 也替他们自己本身 解决这个报价的问题 长相和身形 有点像小一号的Zack Randolph 很像 小一号 很像很像 麻烦他第二球用左手头 两把都罚进 Samuel Husky是全场第二个 得分到达两位数十分的球员 第一个是陈兴安 第二个是他 目前他也攻下十分 三射比三射 再给到底线交给吴代豪 一对一 吴代豪进去 准备摩进去 转身勾射 没有挤了进去 也没有靠到蓝光的附近 所以身体也没有 整个身体也去转过来 对方的防守也蛮扎实 再给到底线 阿布图罗 球到蓝底下再外传 Rida 三分外线 哇 这真的不能算 这上半场也没有提过 他不是不敢投 他投的次数是蛮多的 其实命中率不是来得特别好 在预赛的方面呢 其实三场比赛打完 尼巴嫩整体的一个平均的三分鞋 命中率是达到24% 的确不高 可是还是很敢投 中号队还是传出来 但这边拿球是曾文婷 进攻时间剩下5秒 4秒再给出来林志杰 好远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上半场 三分线的这种投篮次数 第一个会来得少 也会来得比较低迷 他们对于这种射手群的压迫 是非常的够 Rida掉了吧 掉了 我们现在的防守 应该还蛮到位的 可是我们的进攻 其实对方守得那么严 我们许多一个后门的一些机会 其实对掩护产生到错位 找不对位置让对手呢 去产生到一些missmatch的机会 应该也是多 可是我们的配合 你看我们都是在空手的一些 去做到一些走位的方式 所以产生的效果并不大 泽文鼎出手 没进 李学林今天在这个11号 阿克勒的看防之下 常常他都是一个人就对到他 目前场上的发挥也比较有限 尤其在球进之后 针对到一个控球的一个压迫性 是做得非常的多 刚刚这是黎巴嫩 今天手李学林很沉重的地方 Rida出手 拉高弧度没有进 这球被李学林给偷到 有点太挤了 再交给曾文鼎 曾文鼎在底线 走进来在外传 陈兴安拿球 进攻时间剩下8秒 转身之后有出手机会 我们都是在单打 从一开始比赛到目前为止 单打的情况真的太多太多了 拖出来之后中号的拿到 里面快攻机会 很新来造成的犯规 哇这个还是我们擅长 我们这种推进的速度 喜欢上篮的这个频率 在这场球是占了 蛮大部分的一些进攻的方式 维打犯规 这次是一个进攻的 这还是没有站在罚球线上面 重新发端线球 这就给出来曾文鼎 这次是牙锦赛 出手都比较犹豫的 你一犹豫的话 要找到第二个机会就更难 张宗憲现在回到场上 进攻时间时间8秒 再回给曾文鼎 再交出来陈兴安 wide open再三观间出手 好球好球好球 只要每次攻不进 教练就想不到张宗憲 当然是张宗憲传给曾文鼎 再外传给陈兴安 陈兴安目前攻下13分 这一个三分球帮中华队给追平 这也是中华队的第一个三分球 哎呦 这个要去注意啊 曾经安守得真是一名射手 陈兴安目前攻下8分了 两个三分球都是集中在第三节比赛 他对韩国队预赛第二场 是攻下20分全场 比巴嫩最高的球赢 曾经安再拿到再三分外线出手 哇哼哼响 这买到了犯规啊 这RIDA应该是非常的弃 不过我这样子讲 你怎么样第一场去守巴哈勒呢 你以后的态度 你就怎么样去守RIDA 这应该是合理的一个去解释 哇这个球 哇这个小动作不断 摸屁股啊 这个可以高级超级 是是是是 他好像是摸前面 但不是摸后面 曾经安发球 第一球发镜 我看这个位置应该是要来发三球 不過進入到下半場 我們把Hosky拿 這個點還蠻熟的 蠻到位 第二閥沒閥進 還有第三閥 助理教練是許靜哲 三閥中二 中央隊目前落後一分 陳信函這段比賽已經攻下十五分 預賽他平均是七點七分 今天到目前為止 三點沒有結束 攻下十五分 Radar再交出來 Arcler 再給他底線 再交給Radar Radar突破 到心臟地帶再交出來 底線這邊出現空檔 沒進 籃板球被黎巴嫩再拿到 我們今天喪失了太多的防守籃板 這球出手不進 籃板球 主代好拿下來 張宗憲 做個大轉身 潛入到籃底下 這個球沒有犯規 我們的眼睛有沒有看錯 這球再交給籃底下 往下 再出手 又被蓋火鍋 走步了 雙方是一團亂的 不過我對於第一球 我倒是認為這個爭議是還真的蠻大 好像有接觸到 嗯 我這個球就勉強 這是第二球 這個絕對勉強 這個球應該傳給錢家豪 這個球不能去打得 可能自己對於自己的自信心太夠 防備12號的205公分的Kanon 蓋了火鍋 爪雷進攻 最後一分 對勒雷進攻 前路到籃底下 閃過 雙方吹了犯規 這個球我們可以看到 壓低了重心之後 這個球的確是過得漂亮 對勒雷進攻 吳代曹 修進球 罰球兩次 發發發 第一球發進 如果剛剛那個防守球員 有碰到框或拉到框的話 當然是有所謂 妨礙重來的嫌疑 也就是goldtending 對 這樣就看裁判 他有沒有吹 那裁判當然顯然是沒有 就是兩發 兩發都進 罰球的命中率太關鍵了 就是中華隊以往 在命中率沒有辦法提升 或者是哪怕是差那幾分 都是罰球命中率所造成的 中華隊先領先1分3938 要給籃底下 裁判時候哨音響 不過這你要犯規還是要提早 你還不能在他那邊 讓Hoskine 去站到一個有力的位置 把這個球接到 離籃框附近比較近的位置 吳代豪的話 個人的第三範 所以要特別注意 中華隊就只有這兩個 兩百公分以上的長人 第三範 這也是改變的另外一種方式 讓Hoskine在離籃框附近的地方接球 所以傳一些小球 是可以去解決到一些問題 這是黎巴嫩所做出的改變 40比39 第三屆比賽 兩隊打得相當膠著 一分的差距 打底下轉身之後出手 沒有 但張宗憲造成的犯規 因為是來自於日本 巴西還有阿聯 阿聯酋 阿拉伯聯合球長國 等這三位的裁判 現在張宗憲的發球 第一球發進 張宗憲呢 在預賽是中華隊得分網 平均一場比賽是攻下16.7分 也是中華隊在預賽唯一 平均得分是超過10分以上的球員 當然主要就是第三戰 對卡達 他全場攻下了35分 這個球真問題撿到 好幸運 哇 這個球啊 我們可以看到 哈斯坦是完全沒有去卡到人 摸都摸不到啊 有時候你卡位的時候 反而是沒有接觸到人的身體的時候 對方的身體 這是最不如有 最沒有安全感的時候 另類三分打 42比40 抓了你先兩分 哈斯坦面對真溫定 你這個球裡確定幫忙正是時候 敲走了 快攻機會 四個打兩個 剪家王在藍底下的拋球 好 真真真真 可惜了 2分30秒 第三節比賽結束 李巴嫩的外線出手球進 第三節他的外線開始有些起色 這次中華隊必須要去小心的 連4號位的球員 都可以去做到外圍的一個跳投 好 中華隊現在要喊出暫停 被李巴嫩砍進這個三分球之後 現在中華隊要喊出暫停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